客座隨筆,幾件雞毛蒜皮小事,名部專訊,不知是我食股不化, 還是光介錄你的社會變化太急速,即使我經常跟年輕人相處, 他們的一些行為和想法仍教我白師不得其解最近親身接觸了幾件事, 頗敢困惑小情侶無幫襯四人台談心事件一,一天下午, 我跟有人相約旺角某連鎖咖啡店聊天那分店的面積特別大, 是許多學生放學後的溫習勝地我的輪搓了一對穿著後服的中學生, 自棄未除,大概指使初中生二人八佔了一張四人搓, 搓面鋪滿貨本集作文句,非常壯觀, 乍看非常勤奮可視我一直只見他兩陷情默默仿望著對方, 彷彿宇宙靜止了那緊緊拖著的一雙手, 時而放在桌面,時而放在大腿想過了大半小時, 女的稍有興致溫習,打開課本,萬條絲理做功課, 男的側拿著手機玩遊戲女生不怎麼專心, 寫一會功課,望一會晴涼涼久, 兩人便執拾十一出的道具離去最令我窄窄清奇的事, 他們牆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該店的飲料和食品, 簡稱白坐港鐵男生增窄看手機定樣了。 事件二,有時放學時睡,我正乘坐港鐵車廂裡雖微算水蝕不通, 但要找個空位坐下難約登天此時一個老婆婆門山地走進車廂中央, 正正站在一個坐著的中學生面前我緊緊盯著男生, 看他有何反應他雙手捧著手機,全神貫注觀看籃球賽事, 還狠有功德心帶上鳥耳機,與世隔絕搬響, 男生刻然察覺老婆婆的存在,由這一秒開始,他便如坐針尖, 看幾秒手機,又微微抬頭看婆婆,再看看手機,再看看婆婆, 我猜天使魔鬼一定在他心裡交戰,到底讓座不讓座好呢? 那種矛盾掙扎絕不太於哈姆雷特的陀佛奧奧特別慶幸救星來了, 遠處的一位女士起身讓座,男生如色重負,良心不必再受煎熬, 心安女得繼續欣賞球賽,港大站去坐中大豬多藉口事件三, 早幾天我約了一個中午學生到香港大學找我蘇文現在的學生做人做士多烏龍, 故我月早用手機發了一幅港鐵站的真實圖片給他, 當中清楚可見香港大學站五至到了約定時間,他打電話告訴我, 上有一站變道,現在在火攤我當時驚嚇得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我忍不住怪他做事不認真謹慎, 可以到新駕找香港大學,他委屈身冤,說自己從來沒有去過港大, 當然不知他在那,他還給我存來一幅過時的港鐵路線圖,上面只有一個大學站, 所以信你成將錯火車去也,何錯知有,我見他不斷合理化自己的錯誤, 不禁返文,當你看見你的港鐵圖上沒有香港大學者的暫時, 不覺得奇怪嗎?你為什麼不先跟我確定一下, 這根有沒有去過港大有什麼關係? 哎,幾件雞毛蒜皮小事,只怪我小題大做, 無風起浪但躺藥者不是冰山一角,而是普遍時下青年的寫照, 香港的未來還可以交託給水,本欄歡迎各位老師, 教育界人士頭稿子Heper Prima, 一經看出,博囚,作者簡介,音樂劇震動心弦, 易峰的編導,填詞人,然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名譽 港師及項目總監問,何力高 。